那這11月的時候我到了中國 那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國 超帥氣 反正我們去了惠州跟深圳 那主要是去規劃一下攝影棚的空間 然後去用一下器材 就是看看 就會像一個顧問的角色 反正就是去規劃一下 攝影棚怎麼樣去執行 才會比較好 那也去看看一下中國文化 中國的風景 然後我那個影片會放在下方連結 但是那個影片看起來是頗無聊的 我也沒有任何對話 也沒有任何人 然後就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不太亂趕亂放 就是一些中國的一些 的另外一面 反正我怕我會被消失啦 所以那個影片蠻無聊的 有興趣也是可以去看一下